大家好,我是文贵 刚才在人民网上端一个显要的位置看到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题目我给大家念一下,是这么说的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忠实履职尽责 他这里面提到的大党独有难题 然后他这个文章就是很长 他不仅出现在人民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而且他是今年,就是6月6号 今天这个人民日报直至版 他好像是第六版吧 整版几乎全都是这个文章 但是也有些其他的内容 但是大篇幅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文章 就是提到这个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然后你看整个他这个文章 这个就是说标题出现了这个大党独有难题 然后里面有些中标题 这个中标题好像是三个 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大党独有难题 然后每个中标题下面还有三个 几乎好像是三个小标题 然后这三个小标题当然有六个 开头就是这个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其实几乎都是这么开始的 所以说呢就这个事情嘛 就让人感觉到很奇怪啊 对吧 就是一般这个中共 他的这个报道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嘛 在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党的领导之下 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对不对 哪怕是提到问题 对吧 提到一些困难啊 这都是暂时的 对吧 在这个党的英明领导之下 这都不是事 对不对 都是这么说 今天他整个 反正我看到以前他也提到过 这个大党独有难题的问题 但是这次拿这么大的篇幅 不断反复强调这个大党独有这个难题 这个事情就是很奇怪 非常的这个罕见 咱们一起来这个仔细的分析一下 那么谈到这个大党的这个独有难题 有很多人可能是问了 那什么是这个大党独有难题啊 或者叫中共的这个独有难题 是什么呢 对不对 我简单查了一下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看他的解释分八个方面 八个方面的难题 第一个是这个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党内思想统一的问题 第三个是党员教育管理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说白了吧 大家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不听话了 就这么个意思啊 不听习近平的了 无事一尊啊 只能大致这么个情况 然后第四呢 是利益矛盾协调的问题 第五是制度执行问题 第六是自我革命的问题 第七是风险挑战的问题 你看第六第七 革命啊 风险的挑战都出来了 第八是引领世界潮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吧 大家就简单这么理解 总之这些问题好像很大哈 对吧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对吧 你习近平一上台 怎么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 对不对 到底是咋个事啊 你这样怎么去理解呢 然后呢 既然问题提出来 既然提到了这个大党独有难题 那他当然得给你解决方案呢 是吧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核心部分就出现了 大家看一下 我看了以后 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搞笑 特别特别的荒谬 我简单给大家这个 就是介绍一下 他说了 这是核心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文章的 就是核心 他想表达的意思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根本在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你看 然后说什么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十年磨一剑 取得标柄史册的伟大成就 归根结底 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方向 这就是他想说的 也不扭扭捏捏的 就直接就开始这么讲了 如何如何 然后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思想家 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 非凡理论勇气 卓越政治智慧 强烈使命担当 如何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我总觉得就是很多事情 以前我看到这样的文字 我就觉得特别的气氛 就是怎么 就是说话 说谎的 说到这种程度 对吧 但现在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 就是你看很多 他这个视频 就是一些中共的官员 包括习近平 他就说一些假话 说的好像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前两天习近平不强调 我记得大家这意思 就是什么 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说话是算数了 说的跟真的一样 你知道吗 就特别具备 就是说幽默的效果 特别具备搞笑的效果 就好像什么呢 如果大家不理解 就好像我在这 我很严肃 我脸很严肃 我很真实的 真切的 对吧 我发自内心的 跟大家讲 在大韩民国 对吧 我文睿 是最帅的男士 一点我都 严肃 就是这么说 那是不是 十分具备 这个搞笑的效果 他们就是这个状况 大家接着听了 然后说什么 充分 实践充分证明 核心就是方向 就是力量 就是未来 在征程上 在征程上 我们要更加自觉 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以党的永不变质 确保红色江山 永不变色 他基本上说的这些话 大家就看明白了 就解决 大党独有难 你怎么办 说白了吧 就是一句话 听习近平的 对吧 一切以习近平 马首是瞻 他怎么说 你们怎么就做 就对了 那么他整个这个文章 就从更深层次 反映出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提 这个大党独有难题 是不是 就说明这个问题很大 就说明什么呢 本质上来讲 大家都不听你的了 大家都想躺平摆烂 对不对 都想给你挖坑 都不想听你的话 然后你也着急了 急得不行 不得不拿出一个 很大的这个篇幅 来谈这个问题了 然后呢 你这么谈 估计也没有什么 太大用 对吧 这个才是问题的 这个实质 一方不听话 另一方面着急 然后想让你听话 那就这么个意思 那现在这些官员 为什么不听习近平呢 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他们倒不是说 要反对习近平 这些官员 他也没有这个胆 说打倒习近平 对吧 我们要如何如何 没有这个胆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这个表面上 好像还听你的 但是其实是在抗命 主要吧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角度是什么呢 习近平让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说 你得给钱呢 对不对 就是钱的问题 你得给我钱呢 你不给我钱 我怎么做呀 你让我具体做 具体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 你要想什么 实现共同富裕 对吧 你要让我扶贫 你得给我钱呢 对不对 就像公司老板 让一个人出差 你得给人家出差费 给人家车费 吃饭 住酒店的费 你都得给 你不能给 让他们自己掏钱 那是谁 谁干这个活 这是一个层面 就是你不给我钱 那我就只能是抗命了 那我做不了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你想让我干点啥事 对吧 我这没办法 我现在家里面都 揭不开锅了 没米下锅了 对不对 孩子都没饭吃了 老人都不管了 公园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那债务 你看看吧 对不对 那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你再不还债 对不对 下个月我们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在这个时候 你说你还让我帮你干 这个干那个 我哪有心思给你干呢 对不对 行 你让我干也可以 你先把我债帮我还了 或者把我债给我免了 或者是 你把我们家一个米 给送到位 对不对 让我们把工资都发出去 然后我们才能干活 要不然我们怎么干活 他们就体现出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是说直接反对你 我就说没有钱 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那你到哪去说 大家也觉得 能说得通了 是不是 这就是现在 目前习近平面临着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困境 对吧 表面上全都是 好像拥护你 最章 但食指上 下面谁也不干活 全都躺平 跟默默的跟你对着干 那你说这个经济 越来越乱套 越来越差的话 习近平怎么办 对吧 现在整个中国设备 就进入到了一种 非常非常奇怪的 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 起码在中国历史上 好像很罕见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从民间到这个官场 大家都不直接反对习近平 但是都用一种 就是说我们以前 几乎没见过的方式 你比如老百姓 对吧 就是什么 叫什么 滥生无辜 这个词 滥生无辜 什么民不聊生 什么绝代家人 前两天我说了 我就不具体解释了 我们就躺平 彻底的躺平 对吧 连孩子我们都不生 对不对 那这个社会不就 慢慢慢慢就完了吗 然后官场呢 也是彻底的躺平 对不对 你不给我钱 我就不动他 所以说这些吧 就是在这样的 一个历史时期 中国民众也好 观察也好 反对习近平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现在看来 确实习近平 确实是着急了 所以说在很多方面 他有一些动作 但其实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对吧 你既没有那个 什么领袖的那种风范 让人去跟着你 你也没有钱 对不对 那能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事情只能是越来越差 咱们就一点点慢慢看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